文艺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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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字 當你在錄頂記裡面看到尾小寶 腳一填起來寫反親復明 他刺在腳上的是反親復明 他刺在腳上的是反親復明 我想說這四個字刺在我身上 但因為愛瑜是學校老師的成分 身上不能有刺青 所以我暫時把它放在我的心頭上 為什麼是文艺復興呢 大家有看到開頭跟結尾 正好是我的名字 當我推伍的那天 我的爺爺跟我說 為什麼我幫你取名叫文心呢 因為我希望你有語文的能力 你有文采 心我希望你能創新 你敢走別人不敢走的路 走出一個屬於你自己的路 那是我爺爺對我的期望 但是現實是什麼呢 現實是我在學校的關鍵十二年教育中 我小三年 不是我小六年 國中三年高中三年 我爬過了這個中型曲線 我國小在這裡倒數前三名 國中在這裡 班上中間 高中跑到了班上前三名 我一路就像一匹黑馬一樣 狂奔 從中型的最尾 跑到最前面 而跑到最前面的那天 我問自己 到底是為了什麼 在奔跑 我發現 我在學校的學習 跟我的生活 跟我的生命 完全沒有意義啊 而我發現我迷失了自我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跑到這裡來 一切都達成了 學校不是就是要追求分數嗎 不是要證明自己可以讀書嗎 當你到這裡來了 反复一切都沒有意義了 我開始迷失自我 不知道自己的方向 發現自己身上 完全沒有能力 也不知道自己是誰 然後就這樣上了大學 上了大學前 看了一部電影 《3D舞力全開》 於是我發現 我竟然沒有語言的能力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我需要有語言的能力 我就開始先學會了肢體語言 肢體也是一種語言 我學會了跳舞 找到了自信 接著我某天在YouTube上面 居然看到馬雲 我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只知道聽起來口音像大陸的人 那時候馬雲在台灣 還沒有人知道他 然後我就想 這個人為什麼可以讓我坐在YouTube上面 那個螢幕前面開一個小時 我平常看電影 看二十分鐘 我這樣按暫停 然後明天再繼續看 因為我沒有辦法專注於 看一部電影在家 所以我必須去電影院看 而這個人為什麼他的語言 他講英文 而且他在英文裡面 有他自己的思想 為什麼我聽的時候 覺得好過癮 時間過得特別快 而且收穫好多 他開始讓我想一些事情 你是畢業的前戲 我告訴自己 我雖然讀的是廣播電視 但是我拿金裝獎金馬獎 就算我可以拿到 那也不會是我想要走的路 於是我想要走 跟英語還有口語表達結合 而在過去這五年的教學過程 發生到台灣 英語教學有個極大的嚴重的問題 就是語言跟自己是脫節的 我們在學校學的語言 我們從來沒有用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我想想我自己 我有思想 然後我透過我學到的字 根據 然後我的嘴巴張開 然後表達 那一個字 大概是我小三的那一年 然後我妹妹小姨跟我去補習班 看到Augly這個字 回家就看著妹妹的臉 You are ugly 然後我的妹妹 You are ugly You are ugly 我的語言 是經過我的思想 我想要嘲笑我的妹妹 我把它畫成句子 把它學到的單字 第一次看到成功 當語言結合句子 當我嘴巴張開 有思想的語言出去了 這個文字也許進到別人的腦海中 也許進到別人的心中 也許灰飛燕滅 那天我明確的知道 她進到我妹妹的腦海中 所以她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而從那之後 我很喜歡問 高中畢業學生們 前幾志願 特別是覺得自己很聰明 很會讀書的 我喜歡問說 你背了八千單字 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曾經哪一個單字 是你這裡有思想啊 然後你有需要用它來表達自己 用你學到的單字字 結合句子 然後表達出去 有沒有看到你的文字 有思想的語言 是到別人的腦海裡呢 還是心靈呢 還是 就直接 這句話是不是用錯了 但是我們沒有聚焦 但我們到底想想 表達什麼 就算中文是我們的母語 我們要先清楚 我們到底想想 我們想的是什麼 我們才能用語言表達出來 但是這個學校似乎沒有教 而另外一個是我調查了 學校普遍的學生 好像沒有學習語言的動機 他們都認為學習語言最終就是為了考試 不然就是為了未來可以找到好工作 也許未來可以出國工作 但為什麼 人生假如是一個時態 過去是現在是未來是 他為什麼不好好的在現在是 想想英文可以成為他的習慣 然後可以讓他養成什麼樣的習慣 可以讓他談論自己 而不是去想未來英文可以對我做什麼 其實那個未來都是空想 然後最近三年我接觸到這兩個東西 近距離觀察資商師還有哲學家 發現到資商跟哲學 你們有發現裡面都有什麼嗎 都有口 都需要語言還有你的嘴巴 當作每一介 資商你有看嗎 一次次用你的嘴巴 然後不斷的言談中 講你的過去發生了什麼事 你的人生一定會有囧的時候 有坎的時候 但是當你囧的時候 你通過一次次的言談 你還能再站立起來 這就是諮商中的語言的力量 哲學你開心的時候會說 為什麼我這麼快樂嗎 為什麼我活得這麼的快樂 這麼的精彩 你不會 你會在你人生找不到意義 不知道為什麼存在 挫折的時候你講出來 你才會慢慢找出一個人生哲學 所以我發現思考是跟表達是聯合在一起啊 比如說語言除了testing 我們可不可以用語言去創新 所以唯一復興其實我真的想表達的是 我希望語言可以讓我們每個人成為藝術家 為自己創新 而這些語言可以替我們自己賦能 我們可以全英文史 它是為了幹嘛 我們可以談論自己的過去 談論自己的現在 計劃自己的未來 我們可以每日三行人生 然後我們可以苟日行 又日行 日日行 我們的語言是可以替他人負能 更能替自己負能 最後我只想說 當我們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有足夠的原因 我們更會有足夠的動力去做出改變 而當年的不能累積了無力感 當年的無力感正是我今天成為 今天創新嘗試的動能 所以也許你的 你當年的無能為力 無力感 可以從來我們可以改變